开工第一天,新北市领口区长蓝品郡前往各克市,向同仁互道恭喜 同时为了照顾弱势族群,区长也强调会加强推动幸福转运站 宋爱到你家计划,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新春开工以往公所都会举办团拜活动 今年因受疫情影响,各地都取消团拜 为鼓励同仁在新的一年持续努力为民众服务 领口区公所区长蓝品郡 17号上午开工第一天逐层至各科市,向同仁们贺岁并送上祝福 在今年新的一年的开始,我们也会到各楼层跟各个同仁来拜年 那也希望我们公所同仁大家一起努力 今年继续全力以赴,让领口过一个幸福快乐的一个牛年 领口区长蓝品郡表示,在市府及民代的支持与协助下 未来领口区的各项建设发展都将陆续完成 同时为照顾弱势族群,也会加强推动幸福转运站 送爱到你家计划,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 今年我们除了可能会有要两个公园要来完工之外 我们在幸福转运站,还有我们各位里长的一个联系上 我们都会继续努力,希望来给领口更好的一个服务 蓝品郡区长表示,相信在与同仁们的齐心努力下 对领口地区的建设与发展会做得更好 区长除了向大家祝福外,也加免公所同仁的辛劳 记者胡雨萱领口采访报道